台发混血小女童 爱丽丝她跟着母亲回台湾探亲 也顺便到高雄人舞国小游学十天 而落落大方的她 立刻成为全班的焦点 在一天的时间 她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粉丝团 全班同学一起合唱 用歌声欢迎爱丽丝的到来 可爱的她一到班上 立刻成为焦点 才一天的时间就交到许多好朋友 混血的脸孔 并没有让爱丽丝与同学产生隔阂 大家玩家一块彼此交流 那也借机会把法国的一些事物 介绍给小朋友 那我们小朋友也把我们人舞的特产 也分享给远道来这位很可爱的同学 七岁的爱丽丝 父亲是法国人 母亲是高雄人 双文环境下长大的她 不止法文讲得好 中文也是自证腔圆 这次回到台湾探亲 也顺便到妈妈的母校 人舞国小游学十天 不只学习团体生活 也和同学语言交流 爱丽丝的落落大方 让班上不少同学 都成为她的粉丝 每一次合影 大家总是一拥而上 另外把王朝月高雄报道